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NBA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Mina李世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 我们将会探讨 谁偷走了您的健康 和财富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有两位嘉宾 首先在我身边 是卓越财富集团的副总裁 Jenny Chen 那Jenny她是MBA 金融和信息管理硕士 那她不仅是百万元桌的顶尖会员 她同时也是美国百万元桌的 U.S. Tax Planning Committee 以及U.S. Protection Committee的会员 那同时Jenny她也是 国际金融理财的讲师 那她曾经获邀就担任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法国杜拜等地的讲师 那另外一位嘉宾是加州的职业中医师 常欣先生两位好 Mina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非常的感谢 这个新老客户的大力支持 非常的感恩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一位贵宾 她不仅是我们卓越财富集团的VIP的客户 同时她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这个Dr.藏心中医师 欢迎您 你好 是 藏心中医师呢 她非常的这个有经验 不管是knowledge还是经验上吧 非常的多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 卓越人生财富解码的这个系列节目呢 我们今天就与曹医生一起来探讨一下 是谁正在偷走我们的健康和财富呢 那曹医生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湾区 真的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湾区的这个医院呢 建的越来越多了 但是呢能够住得下吗 住不下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医院的这个设备呢 也越来的越这个先进 但是呢这个能够检查出来的 这个病症呢也是不齐全的哈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医院的这个药物越来越多了 但是的话好像大家吃了 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哈 所以来讲的话呢 到底是谁偷走龙我们的健康 到底是这个压力吗 是一些这个就是食物吗 还是一些环境呢 那今天呢就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 到底这个健康哈是多少的重要 同时呢我也知道现在这个冬季哈 这个养生哈也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怎么样去强壮我们的身体哈 那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冬季养生的一些的秘诀好吗 好的呃我们现在呢冬天中医来讲的冬天呢是一个收藏的季节 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呃一般的运动上头呢 我们要就是做比较缓慢的运动啊 不要做特别过分的运动啊 中医呢其实不是很喜欢冬泳这种这种活动啊 或者说冬天啊 因为太冷了吗 呃是因为我们希望把阳气呢收敛到身体里头来 呃所以呢那我们还有很多 尤其是女士呢冬天的时候会手脚冰冷啊或者身体会比较容易感觉到冷啊 嗯那这样子呢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阳气啊 啊我们在吃的食物上呢我们其实有一道非常好的一个呃中医的药膳呢 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这个药膳呢就叫当归生姜羊肉汤啊 嗯那我们呢可以用一片当归呢 然后再加上像手指头大的一块生姜啊 再放上一两左右的羊肉呢把它给炖起来 那如果要是体质特别寒的人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泡腹籽啊 那这个样子呢就喝了以后呢 我们的身体呢就充满了这个热量和活力 嗯非常好 那当归会不会太火呢太上火呢 嗯是的刚刚我有提到这个是身体比较容易冷的这些呃这些朋友 就寒底的啊 寒性的对 如果要是热性的呢我们就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枸杞啊 淮山啊莲子啊这样来去熬汤 是说到这个冬季的这个生姜 我想不得不提一下这个营养学啊 通常来讲我想Mina也有同感 就是说我们呢通常来说哎这个锻炼呢我们也加强了哈加强了次数 那这个营养呢也是均衡的那这个酵呢也也补够了哈 但是为什么还是一直觉得这个非常的疲劳呢 那这个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这个营养呢 好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有很多食物呢在我们身边呢 其实我们就说对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虽然我们天天看到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像白糖啊 这是一个大家每天都在用的食物啊 但是呢大家知道不知道白糖呢实际上它呢会影响 就压抑我们的免疫系统 哦 它呢对于这个哮喘就是比较严重的人呢 它还会引发哮喘 那它也会这个让我们的关节炎啊变得更严重一些 那甚至呢是说它会破坏我们身体里头的微量元素的平衡 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不光是白糖啊 包括我们的白面啊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有 所以我们终于来讲吃食物要吃的比较均衡一些 那淀粉的淀粉的东西呢 因为淀粉的东西其实它的那个含糖量也是很高的 对 其实淀粉呢同样的道理就是淀粉因为会转成糖啊 所以也是应该稍微少吃一点点 是我想呢古今中外哈大家都在寻觅哈 这个健康哈这个长寿所以呢到底健康的秘诀在哪里呢 好我们把健康呢终于把健康分成几个方面 其实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心理 我们心理要去健康 我们要生活上我们要去朝这个好的方向去看 要排解我们的压力 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一个很好的把自己放在很好的状态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吃的营养呢要均衡 那我们的蔬菜啊蛋白质啊就是包括肉类啊 再包括我们的脂肪啊那好的脂肪啊 现在很多有一个流行的趋势说尽量少吃脂肪 其实不对的哈我们该吃一些很好的脂肪酸啊才能帮助我们 就是像鱼类的那种脂肪啊 对鱼类啊然后呢第三样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啊 那我们还是要为了我们身体呢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 但是中医的运动呢希望大家比较做一些缓和的运动 好的我想呢非常好哈这个长寿师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健康的这个秘句 我想给大家share一下呢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呢就是叫 它叫三寒两卧七分宝哈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黄金的定律哈 三寒呢就是要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就是冬季的这个寒暖 那第二呢五月寒还有呢就是秋寒哈这个两岛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哈 晚上的11点到1点钟哈这个就是说黄金的不能熬夜 那白天的呢也是叫11到1点钟就是说可以中午的时候哈 像我们就可以take a nap10分钟就非常的这个这个精神了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就是我们说所说的七分宝哈 就是说这个饮食七分宝健康呢就一直的会跟随着您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呢您非常的感兴趣我们的今天讲的健康和财富哈 提到财富呢其实也是哈就是有时候有很多的因素也会偷走我们的财富 比如说像是这个就是如果是疾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通货膨胀啊 或者呢一些诉讼啊或者一些贪婪哈都会损失一些财富 所以的话呢我们下周哈我们卓越财富集团将和这个常医师呢 一起哈这个连办一个是谁偷走我们的健康和财富的节目 那我们的卓越财富集团的这个卓越人生财富解码非常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非常感谢那我们再一次的话祝福大家呢就是健康喜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好谢谢Janny和谢谢常医师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一段广告 我们一会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